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七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核心安排 这一章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和以前的教材相比 有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因为股权投资转换 那跟以前的有些处理 是出现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工具准则的变化 再者呢 长期股权投资本身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章用的时间 会相对比较长一些 那近三年的考点 获有对价的会计处理 是在17年考过 权益法核算的会计处理 15年考过 丧失控制权的会计处理 15年的体力有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16年的体力有 其实18年的体力里面 也是与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系的 只不过说我统一的 把它放到合并财务报表里面去了 我们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一共是有五节 第一节基本概念 第二节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第三节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第四节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第五节核心安排 第五节呢 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 我们下面是看第一节 基本概念 在这里会介绍股权投资 联营企业投资 核营企业投资 还有对子公司投资 第一个是股权投资 里面是包括有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金融工具确认 尽量准则规范的股权投资 有两块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涉及的就属于实施控制的 这种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有时对子公司投资 又是什么控股合并形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再有一个是对核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这是属于长期股权投资所核算的 当然对于控制 共同控制的核营企业重大影响 我们也可能按照金融工具确认 尽量准则来进行处理的 比如一些风投或者一些基金公司 对被投资单位有重大影响 但那仍然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即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去进行处理 没有特别的一些说明 控制 核营企业重大影响 这几个股权投资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剩下的那就是金融工具确认计量 那个准则规范的 比如说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放到那去 那再有几点说一下 共同控制的核营企业是执行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那我们共同控制里面 还有一个叫共同经营 那这个是要执行核营安排的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吗 共同控制一定是说对净资产相有权利 共同经营是对资产相有权利对负债承担义务 那不一样 就是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 那就是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比如说把它反映到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 或者说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送送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后面这句话可能有的同学没听说过 这就是新的金融工具准则里面 当然金融工具内容确实很多 我会用的时间比较长 到时候再说 第二个是联营企业投资 联营企业是和重大影响相联系的 重大影响说的是能够参与 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但不能决定 决定不了 如果能够决定的 自己主导的那叫控制 也不是说和其他投资方 共同来决定 共同来决定叫共同控制 一般的要谈联营企业投资 就是看比如在被投资单位 董事会里面有没有代表 有代表啊可以啊能够参与 那管理层里面有没有人高管 你有的话也同样 能够参与 那如果说 人间买我们的材料 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些关键的技术资料 他才能用 那也算重大影响 一般以前说 大于等于20% 小于等于50%重大影响 但是这个只供参考 我们真正的重大影响 就是能够参与 就行了 比如说 15之中 有一家被投资单位 15个董事 有5个独立董事 然后投资方拥有被投资单位 11.4%的股份 但是派了两个董事 11.4%派两个 这也算重大影响 派一个都算重大影响 实际上就是在50%以下投资的 有可能还会实施控制 我们关键要看 到底是怎么进行决策的 比如说某一家公司 那若刚年前了 现在持股比例变化没变化 我没有关注 原来持有被投资单位39%的股份 剩下的61%都是一些农民持有 农民说 我不会管 你管吧 给我分钱就行 结果呢 39%股份 整个派出的团队都是他的 那还不是控制吗 就是控制 对于重大影响这一块 你评估的时候 要考虑到一些 潜在表决权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能持股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有一些可转债 或者有任股权证 过那么一段时间就可以转换成被投资单位的股份了 转完之后我的持股比例可能达到20% 达到20%之后就可能让我们派那么一个人过去 参与决策 派个董事 那下次一开会有董事了 那你要考虑这个东西 这就要考虑潜在表决权的影响 前面也谈到过 就是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也不一定都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也有可能就是把它划分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去核算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大致知道一下就行了 第三的是合营企业投资 我们有一个准则叫合营安排 涉及两块内容 一块是合营企业 一块是共同经营 那对于合营企业的投资 就是投资方持有的对构成合营企业的合营安排的投资 这么一个概念 对于合营企业共同经营的主要区别 我们在最后的一节再去说去 然后是对子公司投资 就说是控制的 能够主导被投资单位相关活动的 把它叫做对子公司投资 控制界定 是在合并财务报表那一章来说的 当然那里面的文字叙述的比较多 其实我们考试是也不见的 那文字都是一点一点掌握得很熟 我们就关键看能不能主导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活动 能主导就算控制呗 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那在这一节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第二是对联营企业和营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然后是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当然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是对子公司投资初始计量这一块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就是你什么时候确认他 都有这种确认计量的一些问题 股权投资确认 我们准则上对于什么重大影响的 或者形成合营企业没有单独说 只是以前对控制这种情况 他的一些确认有个说法 那对于呢 共同控制合营企业重大影响的 我们可以参照执行 也就是购买日或合并日怎么确定 我们当时是这样讲的 说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 一般是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控制什么叫控制权的转移 包括第一个 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 以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的通过 那一般像控制权转移 比如说并购 那你肯定是 最后要股东大会要批的 那不批不行啊 要经过他通过 你说我董事会提议 然后最终要召开股东大会 我们有的并购 这些事项要经过国家永购部门审批的 你说国营企业 想把一些资产想卖就卖了 想被人并购就并购去 你国作业同意不同意 那很多一些机构都要批的 那你获得相关的批准 然后参与合并各方 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交接手续 说必要的 不见的这些交接手续都一定办理完 但你必要该交接的交接 如果是付款的话 说已经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 我说一般超过50% 其实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关键要看 在哪个点上 能够决定被购买方的财务经营政策 同时这个时刻你就可以享有收益了 有一些风险我们也得承担了 这是属于购买日 就是在这时刻真正控制权转移 再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A公司是上市公司 16年 A公司向B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B公司以其所拥有的15家全资子公司的股权等对应的净资产 作为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价 该交易为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16年12月28日得到中国证监会来核准了 核准后双方进行了资产交割 截至16年12月31日 B公司投入的15家子公司 全部办妥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东变更为A公司 16年12月30日 双方签订移交资产约定书 约定自16年12月30日起 B公司将标的资产负债交费公司 同时呢 A公司自16年12月31日起 接收这15家公司资产负债 并向这些子公司派出了董事 就接受了 派出董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已经对标的资产开始实施控制 所以我们真正要说什么购买日 那就是什么时间控制就算购买日呗 17年1月 会计师事务所 对A公司截至16年12月31日的注册资本 进行了审验 而注册资本还没有审验呢 16年底 这个时刻17年1月 出去了审计验资报告 17年2月 A公司本次增发的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半年了股权登记手续 这个问题 购买日是否应判断 为16年12月31日 那你判断时就看真正的那个时刻 控制没有 控制就算购买日 你这里董事总经理都派了 那就购买日呗 我们这样来处理 但是这个时刻呢 我们会看到说 本次增发股份 现在在购买日这时刻还没有发 没发我们真正控制时 你也不能说 那我就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股本 这还不行啊 因为股份还没有发呢 那购买日这一天 要编和命报表的话 好说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全已抵消 哎呀这坏事了 子公司所有者跟什么抵啊 长期股权投资没有 那我们实物之中呢 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啊 是用母公司资本公积 跟子公司所有者全已抵消去 然后等到以后 你长期股权投资有的时候 再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全已抵消 我们现在的问题 要不要确定在16年12月31号 没问题 你最终就说 主要的把那些话 什么复制粘贴 但别忘了 一定是说控制了 A公司已经实时上取得 对15家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因为你已经对他开始控制了 这是最关键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对联营企业和盈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我们这一部分的初始计量 联营和盈企业就比较简单 跟我们正常取得一项资产的初始计量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原则上为取得一项资产 付出的对价 要记录取得资产成本中 所以我们对联营和盈企业 也是强调着一点 就是付出对价公运 如果为取得这项资产 发生的一些直接相关费用 也要记录取得资产成本中 这是个原则 那具体来看 第一个 以支付现金取得 我们付现金这种方式取得的 初始成本怎么定 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 包括取得长期股价投资 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 及其他必要支出 这叫直接的 要记进去 当然后面 比如说谈到控制 直接相关费用 记管理费用 他没记 我们学习是本招 若不一取得一项资产 发生直接相关费用的原则上都记 不记得你得知道道理 我到后面再去谈具体的原因 那这个就记进去 第二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 就应该是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其实也就是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数量 和美股的市价来定 有时可能告诉收盘价多少 或者美股的市价是多少 给哪个我们用就行了 要是以其他方式取得的 你执行其他相关那些准则就完了 第三个大的问题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子公司投资 我们这块是分有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当然给定事项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的判断要掌握 那这个呢 会在企业合并的一章 说的比较多 我想我们现在可能也知道 比如谈同一控制 一般在考试时往往都是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的合并行为 叫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那不是一个集团内部的 并购 如果严格来讲 同一控制是说 合并前后受同一方 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 并且这种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也就是说 如果同一方 那是企业集团管理当局 也有可能是相同多方 比如四个自然人控制三个集团 那在这三个集团里面发生的合并行为也算数 相同多方 那假如说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控制的这种情况 非同一控制呗 我们在这一章的主要关注的就是 如何来对他进行处始计量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他会计处理用的原则叫权益结合法 这种方法在我们教材上没说 但是一直在用 这种方法呢 那以前啊 比如国际上 那处理合并的方法之一 比如说原来主要就是购买法 权益结合法 形成的是说 通过股权的交换形成的所有者权益的联合 这是他的形成 不是资产的交易 所以他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那个主体 对一个联合后的这个主体 开展活动的资产贡献 也就是把两个主体的净资产合在一起的这种行为 叫权益嘛 净资产结合在一块 那在这种方法之中 说是原来的所有者权益的那些净资产继续存在 你只是把一个被合并方的净资产放进来了 那会计基础不能变 没有真正的购买的行为 所以说那账面价值几两 什么都不变被合并方 在当年的一些收入费我们也得反应 那说被合并方以前经营过程中赚的钱 没分的那我们也得合并就留存收益 实务之中我们要求也是这样做的 好再看一下 怎么来的这个权益结合法 比如说乙公司拥有 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秉公司是有资产200有负债80 那当然他的所有者权益是120 他的净资产数是120 二倍 我们现在是 甲公司 说他原有发行在外股票900万股 像乙公司发行股票100万股了 得到了乙公司持有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现在变成是 甲 拥有秉百分之百股权了 就是他发行股票给了乙公司 乙公司原来持有秉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变成甲持有了 这么个过程 所以现在甲是控制饼了 那我们看乙的这边体现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个股权换股权 他在进行处理时借方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甲因为现在对甲投资的持有甲公司股票 原来呢是持有乙的股票 原来持有饼的股票 现在不持有了 带长期股权投资饼 就股权换股权 接下来呢 现在甲和饼要圈起来编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合并报告主体里面 有没有真正的原来什么现金的非现金资产 流出这个合并报告主体 或者说承担了人家圈外边的有人的负债 没有 都没有 就是他发行股票给人家 然后就把 他原来的持有这家公司净资产 我们纳入到合并范围了 编合并报表了 既然没有真正资产的流动 也没有承担别人的债务 所以有人就提出 那在这合并报告主体里面 原来饼的资产负债不要动 不是买的呀 你这边的资产负债也别动 本身他是一个合并方也别动 这边的也别动 因为我不是买来的 没有我这边什么给他银行存款的 给他存货什么的 没有 因此在这个合并报表里面 只是一个简单的权益结合 你看他的净资产假的 和饼的净资产往一块放 叫权益结合 这不就是一个 原来是两个主体的净资产 放在一起了 对一个形成企业集团的一个贡献 他怎么形成的 所以就形成 好了 按账面价值来 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毕竟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注册会计师 你说我就不管那么多呢 我就记住 将来随着又发展你要不知道一些原理的东西 那以后想提高比较难 那正因为如此 说既然都没有付出资产没有动 啥都别动 人家饼公司在这一年里面有利润表 你也别动 如果是10月1号并购的 那你全年的利润表也得反映了 那饼公司以前在经营过程中 经营赚的钱没有分的留存收益 我们也得给体现出来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买 只是相当于 权益的一路结合 这就导致了我们后面 核并财务报表上那些处理就比较特殊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 国际上 已经把这个权益结合法取替了 不要了 美国原来也用过后来都取替了 因为他是粉饰报表 你想整个10月1号病的把人家 1月1号到9月底的收入利润什么都进来了 把人家以前的留存收益都进来了 你这不蒙人玩呢 粉饰报表 具体了 那现在用的就是购买法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那好了 发行权益证券的方式 我们取得他的资产负债 别动都是账面 那不是 我们照样可以调到公寓 现在你购买法就调呗 我说的这个账面 是他的由来 股权换股权 可以按照账面来进行计量 这是权益结合法的说法 所以说 企业合并处理方法 权益结合法 购买法 这么个概念 现在我们看 那就说取得的资产负债 要按照合并日 被合并方资产负债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 账面价值计量 这个问题就说如果被合并方 是我们集团里面别人 以前从集团外部取得的 取得时当时是购买法的 因为从外边取得的 那以后 编合并报表时 都是按照购买日 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数 到我们这边来 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账面价值是相对于最终控制方 而言的账面价值 之后把我们付出的对价 给按照账面价值反映 在一个集团里面 不要贪供应 贪完供应对中还得抵掉 还得抵消 那出现的差 调资本攻击 如果见方差额 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冲完之后 再依次冲 应于攻击 未分别利润 那具体来看第1个 说和平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和平对价 请大家要注意 我们照样用这种方法 不是发行权益性正确的用 那在国际上原来曾经应用权益结合法时那这根本不允许 你不是股权换股权前提条件都不行不让用 所以我们的教材上不提权益结合法 反正我就用 用呢就是在一个集团里面 别出了个集团 或者相同的最终控制方别出了个圈 好处就说 我站在最高层次来看反正结果一样 没说这种处理方式不好挺好的在一个集团里面 转呗 转完之后反正最高层面和平发表一个结果 挺好 那长期股权投资 他是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 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 因为专业阶段考试都通过 你看到长期股权投资就知道 他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或净资产份额 是想要投资一家全资子公司 100%投资你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了 自然会想到被投资单位那些资产负债都是你的 那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 你要拥有20%认为20%的是你的 这样就说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份额 因为 被合并方 有我们集团控制时 人别合并报表时账面价值多少 到我们的相从金额 一样 然后再有包括最终控制方 收购被合并方形成商与 人家控制时有商与 他卖给我们了在集团内部 他不别合并报表了 控股合并的商与是在合并报表上形成的 所以我们得反应相同的商与 那你就把它给加进了 如果说承担债务了承担人家原股东债务 那代负债 换成具体科目 如果你投出是资产 我们要求是要体现资产的账面价值 最后是资本供给资本一价雇本一价 也可能会借房借房就冲 对于 投资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等相关费用 我们是寄到管理费用 借房管理费用带银行封款 这块和前面谈到的联营和赢的不同 他不可以把它寄入到成本 如果进成本就会出问题 我们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全是要抵消的 为什么要进行抵消 因为你长期股权投资是代表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的 合并报表上人家的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我们代表不了 不用代表 都进来了 那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他反映的是什么呀 他对应的所有者是属于母公司 因为你母公司已经把它控制了 他的失收资本比如说明晰是谁是母公司 而真正合并报表所有者 那是属于母公司投资者 都要站在母公司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因此呢 就是在画的圈里面的 那子公司那些所有者权益自然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国家有编制一张大的合并报表 所有者就是国家 至于中资由中资化什么首创这些东西那都没有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抵消那你想要是这个审计法律服务等 相关费用要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话 但是他没有影响到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这样一抵就出现界方差额了 界方差额是商与那那是什么事 这不行 不是商与 何况大家应该知道 你说母公司编合并报表也有个别报表 哪张表重要 一定是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使用者关注的一定是合并 然后要看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有的国家根本就不要就提供母公司个别报表 人家就是合并报表 所以 我想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也感觉到了 专业阶段会计的学习也挺辛苦的 说我在国外学的时候感觉合并报表挺好啊 没那么难呢 但我们这边来了又说什么个别报表上怎么办 合并报表怎么办很烦 因为我们这两张都要提供 那有的就不要求提供 人家就是合并报表就完了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长期股权投资你说发生直接相关费用给他寄进去了 合并报表上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就没有 把这个数反映到商业里去了 当然不合适 因此控制 这些管理费 对我们要清楚 好我们看第2个 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加 这是属于真正当时说权益法的由来是发行权益性证券 同样 长期股权投资都是一回事 只要是属于同一控制的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份额 这个份额呢当然也是从合并报表角度最终控制方的那个角度来看的 这个数字 就是说当时别人别合并报表时净资产份额多少我们是跟他一样的吗 再有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形成商业 这块千万不要去想 想有什么份额 人家当时 合并报表上 反映商业多少 卖给我们了 在一个集团内部我们得反映相同的金额 比如说人家当时百分之八十持股比例反映商业八百万 卖给我们四分之三 我们现在控制了 人家里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也得反映商业八百万 你不要说他有百分之二十他哪有呢 没有 商业是随编合并报表随反应 如果说已经放置共识圈不编合并报表任何都不反应 等后面股权投资转换之后大家就会看到我认为都是全卖掉的概念 正一来的供应价值买回来的做法 发行权益证券代方代股本 股本当然是属于发行股票数量 乘以美股面值计算的呗 就代股本 那出现的差额呢 代方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如果说发行权益证券有发行费用 那你与这种发行股票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 佣金手续费 我们要充点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这块不要寄管理费用 因为数额很大 一旦寄管理费用会出问题 这公司 IPO前三年 在一些证券公司有关人员的配合下 把前三年的利润表做的可漂亮了 利润稳步提高 一上市了 发行费用付了三个亿 一下寄管理费用利润突然降下来了 那算怎么回事了 那整个人家报表使用会有很不爽的感觉 股票价格一降下来了 那发行的这个大老板说是怎么回事 很难受 所以我们这个发行费用的处理没有这样做没有几档几损 要充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但是你发行股票是大家知道资本公司股本一价的数字有时候会很大 你想面值是一块钱 我们发行股票一下发行了八块钱 有的还发行了十几块钱 还有的更高 那差额都是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如果说我们发行目的资金有钱的话 在这一冲 利润没有受到影响 股价还挺高 原来这个大老板呢可能身价两个亿 现在变成了八十个亿 你还挺高兴吗 当然也不能说 就是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这个是可以冲 有的不让你冲你别冲 露眼费 那进行露眼的原来没有说法的时候呢 冲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结果这个在境外上市去了好多人的 一边是露眼一边玩了 那真是啊 花很多钱 我们现在不是露眼费记管理费用 一记管理费用之后 就会想啊 这一记多了利润降下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会计处理上有些地方 也可以左右一个企业的有关人员的行为 有的你今天再说一下 一个说 被合并方在合并日的净资产 账面价值要是负数的 那你长期股权投资说是承担有限责任 按照零来定 这件事在被查部里面与登记 然后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与我们支付的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之间的差 这一块呢 要调资本公金的资本一家 雇本一家 不足的 如果出现了界方 依次盈于公金位分别利润 那会计政策不同的要调 一般的了解一下 我们考试 不会来个不同 这边再调写调数字 这个可能性小 也说过如果是商与没有发生减值 原来的集团里面别人控制子公司是有多少商与我们全额把他加进来 就行了 那被合并方在最终 控制方合并报表中净资产账面价值 不是的个别报表上 是在合并报表角度人家原来控制时 调整的净资产多少 我们是按照这个来反映的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题目 甲公司为乙公司的母公司 16年1月1号 甲公司从集团外部取得丁公司80%股权 当时取得时呢是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实际支付款项4200万 购买日丁公司可辨认金资产公允价值是5000万 账面价值3500 差额是因一项无形资产导致的 当日该无形资产公允价值2000 账面价值500 剩余使用年限10年 采用直线码贪销没有残值 除此之外 丁公司其他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是相等的 然后16年1月1号至17年12月31日 丁公司账面净利润是1500万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的变动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确一下什么叫做 最终合并方 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账面价值到底是指哪个 那至17年12月31日 丁公司按购买日供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 那怎么算 账面上的利润 告诉的这两年 是1500 但是呢 原来的无形资产 他账面价值是500万 按照10年摊销 一年摊销的是50 不过呢 在购买日的时候呢 公允价值2000 要是从集团外部取得的 这个 被购买方 我们 革命报表认定资产负债的供允 以后资产负债减少是往费引力计 因为资产 减少往费引力计 以供允价值为基础 那按照供允价值的话呢 一年往费引力计呀 摊销的数应该1200 那所以对这个按购买日供允价值持续计算净利润是有影响的 我们每一年实际上是 按照供允价值会多摊销使利润会减少 费用加大利润减少 多少呢是200 减去一个50呗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就应该2000减500之后除以10这个数 过去的两年乘以2 所以持续计算的是1200 在这种情况之下 17年底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那对于甲公司和丁公司编合并报表 那甲来编 经过调整之后净资产数是多少 16年1月1号是5000 然后因为开始 购买日是认定无形资产2000的以后有2000持续进行计算 最后影响所有者权益的只是1200 这是按购买日供允价值持续计算净利润 并没有别的任何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所以是6200 这6200 就是说在17年底 甲和丁编合并报表的时候在合并报表上要把 丁的 这些净资产调到6200 这么个数 但是丁自己本身的 他 可辨认的部分可不是他 原来的是 3500 你看原来在开始他的账面价值是3500 后来实现了利润是1500他是5000 3500加1500那5000是无效的 5000是丁公司自己的 他的账面价值 而我们 合并报表任的 让购买日供允价值持续计算的 账面价值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说18年1月1号 以公司购入甲公司所持有定公司的80%股权 那现在 在一个集团里面了 就形成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就变了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账面价值份额 最终控制方我们是假 假原来控制 6000 现在我们持有80%是他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原来 从集团外部取得时会有一个商誉 商誉的数字吗 不是说当时付出的是4200万的款项 而人家可辨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是5000 所以要减去一个5000当时持股比例80% 我们的商誉现在母公司理论 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因此这个数呢是等于一个200 假和丁边合并报表时 合并报表有商誉200 现在我们站在乙的角度上 因为控制丁了 也应该反映相同的商誉200 所以他就这么形成的 最后 长期股权投资金额是5160 这就很容易把它理解了 所以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说的是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 所有者权于账面价值 的份格 加上誉 那这个账面价值呢用的是6200 不是那个5000 注意的问题 第三 企业通过多次交换交易 分布取得股权 最终形成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不是一次的 多次的 我们处理的方式是这样的 那你说到合并日这一天控制了 长期股权投资总数是定死的 就跟我们一次达到控制那个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一天 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 所有者权于账面价值份额加上誉 就是人家别合并报表时 账面价值多少 我们按照这个份额来反映的加上誉 那你自然会想到 那你说我新增 这一部分怎么办 新增投资部分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就我们整个总数 这是一个总数 要减去远古全投资于合并日的账面价值 把原来账面价值给扣了 那就属于新增的 新增这一部分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我们新增的时候付出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调资本攻击的资本一价顾本一价 同样出现借方不足充减的依次仍然是充减盈余攻击未分别利润 大致知道这个概念 我们下面看第二个 非同意控制下控股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非同意控制啊 我们这种情况用的是一个购买法 不像前面同意控制说权益结合法 既然是购买法 买东西一定认工具 你说你从外边买个机器设备什么呢 付出对价100万咱不考虑增值税 那就积100万 你还谈什么账面呢 问人家说你账面价值多少 也人说不好意思我账面价值10万 我花100万买的就亏了 你不要管人家 所以对于购买法 我们并进来的这些资产负债 一定要体现的都是公允 按公允价值来体现 别管资产负债 公允价值计量 那当然我们现在付出对价 和人界的可变成金资产 公允价值可能就不一致 不一致 我们多的话 商欲啊 少的话付商欲 这就是购买法 国际上现在普遍用的就是购买法 我也说过 应该大部分国家都明令禁止 权益结合法的应用 我不知道 还有哪个国家是权益结合法 我只能这样讲 那我们看 一次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 非同于控制 我们一次就达到控制了 这里面说购买方 应当按照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什么是合并成本呢 付出对价的供允 当然付出的对价 比如支付现金这好办 是多少就多少呗 体系的供允价值 非现金资产 比如说我们现在付出的是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还有其他的非现金资产 也是供允 当然 如果投出资产设计有增值税的话 增值税没有特别说明 应该是投出资产的供允加之加上增值税合计 都会形成合并成本的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存货 你要是100万增值税13 卖给别人收到113 那你记得合并成本也113 也可能是属于发行或承担的债务 比如说 我们这次并购 是发行债券的方式 来取得的股权投资 打到控制 这是发行 那也可能是承担人家原股东的债务 原人人别人欠钱了 好了 我们还 他把持有的股权投资给我们 还有可能是属于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 这也没问题啊 就是发行了股票 给人家的原股东 我们取得了被购买方的控制权了 叫发行权益性证券 我前面也说过不要说 发行权益性证券 那不是权益结合法吗 谁这么说了 权益结合法购买法是企业合并的方法 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啊 那 都可以用这种 购买法处理啊 当然原来说 理论上你要是权益结合法一定是发行权益性证券 不过我们现在 做法已经把它打破了 你在一个集团内部的处理反正都用呗 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合并成本认的都是公允 当投出的这些资产 那公允价值跟账命价值可能有差额呀 那有差额的处理其实就认为把资产给卖了一样 他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关于相关费用的处理 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相关费用都一样 比如说控制的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 没什么好说的 你就是往什么里面寄要 管理费用 那你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发行费用 也是从资本公寄股本一家都一样 对于 投出的资产 如果是非现金资产 供允价值账命价值差额的处理 我们再去再看一看 要是投出资产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差额 进入资产处置损益 不说吗 现在要把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给卖了的话 我们的影响的叫资产处置损益 只有说报废的没有任何功能的丧失使用功能的 最终才是营救外收支 第2个投出资产要是存货 那确认收入结赚以后上面成本 我们按照供允价值确认收入 可能是主营业务收入 也可能是其他业务收入 把账面价值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或其他业务成本里去 如果存货提低价准备了 那你卖掉时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一并也去这样做 第3 如果投出资产是以供允价值计量起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性金融资产 在金融工具里面大家会看到 这个供允价值账面价值之间的差的投资收益 对于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转投资收益 完全也是认为把它给卖掉一样 卖掉是他转投资收益 我们跟着转 那如果说投出的资产 要是以供允价值计量起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这也是金融工具那里面会谈到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 我们核算的把它叫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在那里面 这一类 金融资产 处理的时候非常特殊 基本不让影响损益 影响损益的只有正常股利收入 顺利都不让 那卖掉了 售价跟账面价值差 即留存收益 原来供允价值计量持有期间的 供允价值变动 接到其他综合收益 最终也是转到留存收益 反正我们就是本招 在进行会计处理的过程中认为把它卖了 如果说投出这个资产卖掉时 人家规定往哪影响 那我们就一样 卖掉是影响留存收益 我们这也影响留存收益 拿着投出去了 同样的处理方式 第2个 企业通过多次交换交易 分布实现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不是一次完成的 是通过多次交易来实现的 这个怎么办 第1个 原投资为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时刻购买日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原投资账面价值 加上新增股份供允价值 并不是原投资公允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原投资账面 加上新增公允 那后面在股权投资转换的时候呢 大家会看到 就说 本来都正常都是投资公允 只要是有这种股权转换 我们会认公允的 不认公允不行 怎么形成的 我再说一下 那假如说 我们一向投资 原来的投资持股比例是6% 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又追加了追加投资 比如说 49% 那现在持股比例是达到了55% 这个点上就应该是属于购买日 这时刻叫购买日 我们达到控制的时候 非同一控制呢 如何算商欲 你是多点算商欲还是一点算 多点算那每一个投资点上都要算 原来曾经就多点算商欲啊 比如6%算一个 49%算一个 最终合并报表上说 那我体现一个代数核 因为有正商有负商欲 后来感觉不行 因为你要找原投资点的商欲 几乎不现实 假定说已经有10年了 那你10年前的6% 你问人家 你说可辨认经负产供应价值是多少 谁知道 不现实 因此后面的准则就说 别这样了一点算商欲 算购买日 那如果一点算商欲 现在就问题来了 商欲的概念是 合并成本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和这个点上被购买方可辨认 金融资产供应价值份额去比较 而我们整个的投资现在是55%了 那你得把55%这个整个合并成本得知道啊 然后才能跟购买日可辨认金融资产供应价值份额去比 那怎么知道 所以有人就提出 把原投资在购买日之间卖了 卖完供应价值按照卖的价再买回来 所以是不是我们买的投资就55%了 你自己追加49%买的 那6%也是买回来 那又耐掉再买回来 这不就55%了吗 就把一点算商欲的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后面就看到 到股权投资转换的时候 他一定都是 这也是一个转换 原来权益法 后来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应该是公允 不过为什么说 权益法核算在这来个账面呢 因为啊 如果在这里面要体现公允的话 个别报表上 违背历史成本 毕竟权益法核算时 在个别报表 咱们说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还是有的吗 咱们个别报表要提供 那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权益法核算 打到控制时仍然是 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那你要把这个项目原来的这些数字给改了 违背历史成本 所以不行 就是账面价值 这是他的道理 那接下来呢 既然在个别报表层面 我们并没有认为把原来的投资给卖了 没卖 那没卖的话呢 原来要是权益法核算有过的什么其他综合收益 有过的资本攻击 别动 只有说卖掉了股权投资 那你权益法核算的 其他综合收益或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才可以转损 没卖没卖就别转 他说的是这个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 位于上市的集团公司 原持有以公司30%股权 能够对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甲公司17年及18年发生的 相关交易事项如下 第一个 17年1月1号 甲公司从以公司的控股股东 秉公司处受让以公司50%股权 受让价格为1亿3000万 款项以用银行存款支付 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甲公司受让以公司50%的股权后 共计持有以公司80%股权 能够对以公司实施控制 甲公司受让以公司50%股权时 所持以公司30%股权账面加之5400 其中投资成本4500 所以跳涨800基 其他权益变总30 供应价值6200 第二 18年1月1号 甲公司向丁公司转让所持以公司股权70% 转让价格是两个亿 款项已经收到 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出售日 甲公司所持以公司剩余10%股权供应价值2500万 转让以公司70%股权后 甲公司不能对以公司实施控制了 共同控制和中打影响 改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其他相关资料 甲公司与以公司定公司与交易发生前 无任何关联方关系 甲公司受让以公司50%股权后 甲公司与以公司无任何内部交易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那我想呢就说 这种情况呢开始是不做处理的 到什么时候呢 带到处置这项投资时 将与其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攻击 再按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处理 主要说这个问题 好下面我们看这个题目 要求第一个 既旦甲公司17年度个别报表中 受让以公司50%股权后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并编制与取得该股权相关的会计分录 这是一个 第二呢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甲公司18年度个别财务报表中 因处置70%股权相关会计分录 首先呢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原来是权益法核算 由于追加投资达到控制的 一定是原投资账面 这个时刻不能是公运 加上新取得投资的公运1亿3 原投资账面是5400 我们看一下这块 告诉 说他的账面价值是5400 我们的公运价值不能用的 等到合并报表时候你会看到那真用了 合并报表再不卖还不行 无外商与算不出来了 原投资账面 加上新增公运 我们会计处理是借长期股权投资新增的是1亿3 带银行存款1亿3 你可以把原投资的账面价值转到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原来是权益法核算有投资成本4500 所以调整870其他权益变动30 那长期股权投5400 但是我们考试是基本回避这种分路 你又知道一下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原投资账面加上新增公运就完了 要说明的 你看原来这里面 有过其他权益变动30 这个时刻不要把它转投资收益 因为个别报表层面 原投资没有认为卖掉 别动别转 在那放 等到什么时候 以后卖了 再说 整个投资的账面价值现在变成18400 然后说了 我们卖掉了8分之7 就这款 18年1月1号 70% 8分之7给卖了 所以这个时刻呢 收到款项借银行存款两个亿 带长期股价投资不就是说18400原来总数买一8分之7呗 16100 投资收益3900 然后就要考虑了说以后处置的时候那你原来全新法核算有过的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其他资本攻击 再去相应的进行处理 那比如说 其他综合收益 该转损益转损益 该转六算收益 资本攻击其他资本攻击 那你该转 投资收益就转 我们怎么个转法这一部分 原来不是说权益法核算有30吗 卖8分之7 这在股价投资转换时候呢 还会看到 如果说原来是属于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出售之后呢根本不是长期股权投资了变成交易性集中资产 这种转换 全认为卖掉 那你要全卖了剩下供应价值买回来全转 所以借资本攻击其他投资所以30全转了原来不就30吗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一部分 长期股权投资 反映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来反映 2500 所以是18400 乘以八分之一 2300 2500跟2300的差投资收益 他是这样做 所以就说 处置的时候再去转 但是接下来 我们再说一说 如果说18年1月1号 甲公司向低公司转让乙公司的股权是20% 原来不是80%吗 转20% 还剩60% 这60%仍然还能够控制 就说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只是原来持股比例80%现在60% 那这个资本公司转投资收益比例转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性质没有改变 按照比例呗 我们总的30 转8分之2 7.5 借资本公司带投资收益7.5 再看第二种情况 若18年1月1号 甲公司向低公司转让所持以公司股权40% 转一半 剩下的一半仍然还有重大影响 你不是转一半吗 剩下还有重大影响 那这个呢 同样按照比例转 毕竟还是长期股权投资就在你的个别报表上 原来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一半 借资本公司带投资收益转一半 那也就说 原来的其他中国收益资本公司怎么个转法 出售之后 变样了 个别报表上 原来长期股权投资换成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全转 全卖了 如果说没变样 原来长期股权投资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按比例 这个事情我们大致知道一下 好我们看 接下来 就是由于多次交易分布实现企业合并 假如原投资 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种情况就不存在着个别报表违背历史成本的问题 原来的是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核算 现在由于追加投资达到控制变成长期股权投资了 所以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购买日的原投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的公允就完了 那如果说原投资 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也就是我们那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合算的 当时有过其他综合收益 转 转哪 转零算收益 因为我们认为把他给卖掉了 所以 这是随意的 那无所谓了 我们现在不用不用把供允价值什么变动损益转投资收益 这是今年教材的一个变化 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看这个吧 说原投资以供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决定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购买日原投资公允 加上新增投资公允了 是这样 既然把他卖了 我们把这项投资卖掉时 售价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势流算收益 然后要把原来的 其他综合收益转流算收益 那你这块完全也是这样做 转到流算收益 这么个问题 第三说投资成本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现金鼓励或利润 那这个呢我们的教材上仍然说还是把它作为一项应收鼓励来进行处理 反正就是 能收鼓励来进行反应的 第四呢说一项交易中同时涉及 自最终控制方购买股权形成控制 其次其他外部独立第三方购买股权的会计处理 那这里面说的如果说 我们现在 把一方控制了 之后 又从外部第三方购买股权 那处理是控制这边说控制的事情 在购买股权把它作为一项购买少数股权处理 要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这件事情在我们考试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也就说你把一个公司控制了 以后要从外边进一步取得他的股权 这叫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这个问题我想在合并报表的时候再去详细展开说明这件事情 而这节课主要的问题是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 我们一定要分有的是控股合并 控股合并的又分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 还有呢就是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取得 各种情况都要清楚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看下来的东西 打开真正的东西 我看下来的东西 我看下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 已经不得了